哎呀哎呀 在家里面上来 有人在家吗 没有 没有怎么出来个人 小朋友出来一下 小朋友出来一下 是这样子的 我是你妈妈的远房表姐跟表叔 我要带你去超市买几套衣服行不行 行 那好吧我们走吧 妈妈说父母是陌生人 哎呀我们不是陌生人是表叔表姐 你们见过我们好几年都没回来过了 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走吧走吧来给你给这个东西你哦 哎你们两个谁啊 那小婷的小孩去哪里 我是她的表姐这个表叔啊 带这个孩子上去买几套衣服先 我是亲戚啊对啊 那你们去吧 走吧走吧去买衣服哦 哎小婷你亲戚来了 你亲戚才来了 我上个礼拜带你妈才来了 不是 我刚才看到 你家有两个陌生人说是你远房亲戚 带着你三个小孩去超市买衣服了 远房亲戚 对 我哪来的远房亲戚啊 那不是啊 那肯定不是了 看你终于去砍山 哎 都不见了呀 他们往哪里去了 往外面村口 往村口啊 对 喂快点接电话 村长啊 赶紧叫人在村口那里帮我拦着 我想还被人带走了 应该是人贩子 好好我马上赶过去 看你追 哎 哎 哎 大哥你干嘛呀干嘛 干嘛 干嘛等住我们的车啊 干嘛 还有人说 我们村有人说你们偷小孩是不是 哎在哪里啊 要不我帮你去做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 哎呀 这里面那三个是我们的小孩 现在他发烧了 看一下 是不是三个 也没有啊 也没有发烧啊 你看能看得出吗 这都是 小孩的体质跟我们大人一样吗 是啊 我们 那个村民打电话叫我拦住 什么车的要拦住 大哥行行 这个苍蝇也不要放过 哎呀 什么苍蝇啊 你赶紧的放我们过去吧 小孩真的很紧急 我们是人啊 再说了 现在这种智慧 谁敢会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啊 对啊 法治说会了现在 哎 我们讲的也不像坏人啊 就是嘛 虽然不像坏人 但是也要检查一下 你看我看着跑马 对啊 看着跑马怎么可能是坏人 不需要吃肉做小孩吗 对不对 哈哈 这是什么 我什么身份吗 对啊 不这样吧 我打电话叫他看一下 哎哎哎哎不行了 哎不用打了 时间很紧急 真的 你出人命令复杂不起 很紧急啊 对啊 哎呀快点了 让开让开 要不要 会不会搞错了 怎么搞 快点快点 哪走 走不走 要检查一下啊 还行 我看一下马上就让你们讲 我开了几包嘛 我还需要做小孩 你这脑子怎么想啊 不要跟他一般的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这个搞定他 跟他啰嗦那么多干嘛 是啊 哎呀 管你了 哎呀 哎呀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嘛 来嘛 对啊 来来来 要来钱快 怎么好意思呢 怎么不好意思啊 哎呀 我们开了几包 哎 是不是他们 哎呀 就是这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看你收了他们的钱啊 没有啊 我 很紧的 放我们的既然钱已经收了啊 哎哎 哎 我小孩就在里面 什么你小孩啊 哎呀 那那个是我大妈的老婆啊 他我跟你说啊 我老婆啊 对啊 是啊 他是我老婆啊 他老婆啊 那个是我大嫂 跟他离婚啊 现在他还想要我小孩 我完全小连我 还不认识吗 怎么是你老婆啊 哎呀 那些成年就是 你怎么可能清楚嘛 我们都比你清楚啊 编 你编嘛你 他是你前夫啊 就知道是前妻啊 我都不认识他们 怎么不认识啊 哪在这里狡辩啊 你这种语言 我早就把你看不惯了 你现在修了你 你还想怎么样吧 孩子我又接回去了 哎呀 原来是你们家庭的破事啊 家庭是你们不要 花生 不要听他们乱说 我都不认识他们 怎么不认识啊 我说 那几个小孩都是我大哥的 现在跟你离婚了 赶紧走吧 师傅我有你的说不行 要不跟着这样 我们去拍一只手就行了 赶紧 拍手啊 看着没有 你说去拍一只手 他们就露出无力的尾巴来了 哎放开我 快点 嘿呀 说 把我啥孩子要去干嘛 哎呀 先听我们解释啊 哎 解释是什么 不要拿我的本书 还给我啊 把你抓住 哎呀哎呀 哎呀 哦 卖剩五十万 卖眼角磨一百万 卖心脏 八十万 哎呀 哎呀 不要打我啊 哎呀 哎呀 你看看起来你年纪轻轻 长得人模狗样 原来心这么坏啊 有手有钱 为什么不去打螺丝啊 啊大哥 看着你 什么钱 不要打他 你先听我们解释行不行 来小孩子过来打一顿的 哎呀 不要打 不要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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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卖你的眼角磨啊 我不卖你的心脏啊 这个圆瓣子也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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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个圆瓣子 不要打不要打 听我解释行不行 解释 哎呀 你知道我十月怀胎多么辛苦吗 哎 大哥 行了行了 大姐先听我解释 其实呢 我们也是想把你小孩抓 我就养了 我们生不出来 所以就养一个啊 养 这里明明挤着 卖多少多少钱 哎呀 不要不要不要了 都是这把你打转的 这个来钱快啊 是不是 一个都赚了八十几万了 这小朋友啊 以后啊 不能跟陌生园去玩啊 人家叫你上桥不要去啊 都怪你不要做这种事情了 都怪你生不住 真的是 那你做这个 我做这个 去吧 走 把他们送到卖酒所证 让他们送到法律的制裁 你去也去就这样啊